杜军 快去请老太太 是 慢着 叫大夫也暗中等着 好 表妹 表哥 表妹 不要停了 你长得可真是漂亮 不要 穿的是什么 让表哥开一批 不行 说装破了 那便是木已成仇 什么都来不及了 表妹 你放开我 你在这儿做什么 怎么不进去 老太太听说 秀儿和月云感情甚好 也十分欢喜 想一起用餐呢 令仪 快开门 屋内无人啊 夫君和月云表妹 去园子里散步了 老太太 我陪您一起去寻他们吧 月云 我们继续喝啊 月云表妹 表妹 别走 回我一会儿 表妹 你好像啊 好表妹 让表哥抱抱你 你们两个 真是蛇蝎心肠啊 这种会晤 都敢拿出来用 我们荣家 怎么出了你们这样的子孙 错过这一次 再想扳倒雪令仪 又不知会是什么时候 姐姐 你若信我 便放手一搏 姐姐放心 我自有分寸 你们两个 还不过来认错 月云表妹 受惊了吧 你个贱人 都怪我平时太过宽众于你 才让你犯下如此大错案 你还真是胆大抱歉啊你 凭日里争风吃醋你就罢了 表妹来府之后你仍是如此 我们俩 本就两情相悦 你就怕她嫁到府上之后 影响你在府中的地位 你就处处针对她 你现在还使出下三滥的手段 你这是蛇蝎妇人啊你啊 你 你怎么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的身上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你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听主 是他们两个人在和梦骗你啊 自从我嫁给你以来 我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你同盟 为你算计 如果没有我 你何来嫡子又如何能吸取 现在 你盘上高齿了 你想把我踩在脚底下 我告诉你 你离开了我 你什么都不吃你 闭嘴 老太太 老太太 她风言风语 你别听她胡说呀 岳云 你来说 如何处理 顾祖母 岳云 只想回家 表妹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我会好好保护你照顾你 你会服侍我帮助我 你不要把这个贱人离间的感情啊 表妹 对不对 滚开 顾祖母 岳云只想回家 就现在 好 现在就回家 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这一切 都是薛婉儿的设计 你祖母 如何处置 要 一定 重重责罚 责罚 这样的毒妇 还能让她留在荣家吗 依我看 就应该修了她 老三奶 老太太 我们容家是侯爵之家 不能无辜休息啊 况且 如果万人问起来 难道要把今日之事 全部告诉他们吗 是啊 为了表明的清白 也不能如此啊 你什么意思啊 老太太 为了容家的名誉 令仪 不可休 此事 去低调处理 老太太 可是月云不能 白白受委屈啊 绣儿说得对 绣了他 只会让丑事传出容家蒙凶 老太太 好了 容家的事我来定夺 来人呢 将薛令仪送到 松县庄子上关押 没有命令不得放出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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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的庄 在那不迟远处的地方呀 多少人在那儿死了 我不想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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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救我 夫君 救我 夫君 夫君 救我 这是给吴姑娘的饭菜吗 是 春雨 来看看这酒怎么样 这酒真不错 这酒真不错 薛婉儿 只要你提醒了吴月云 容秀就会知道 是你们在骗的 表妹 这几日 在容府住的可还开心吗 挺好的 多谢表哥 表姑娘 只要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一定为你做主 谢谢舅母 我敬母亲 夫人 夫人 还有表妹 望我们日后 加和万事兴 月云表妹 为何不喝 是这酒 不合口味吗 我 不胜酒力 既然 既然表妹不胜酒力 我虽然不胜酒力 但既然 这杯酒是表哥敬的 那我自然不能退脱 好 秀儿 既然表妹都喝了 那你不得赔一杯吗 来 母亲给你倒上 谢母亲 表妹 我敬你 这参汤怎么还没好呀 令仪 你去厨房催催 春雨 令仪 这山深名贵得很 是老太太专门拿来 给月云补身子的 你亲自去看看 是 吃菜 吃菜 我吃好了 你们慢用 我吃好了 你们慢用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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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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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喊啊 快去找老太太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她说 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熊家密室 岂能与你这个下人说 你以为你是谁呀 好好看看这里 看看你现在 你就是一个阶下囚 阿呸 你这个下人 你这个背剑剑柄 你居然敢打我 你还扔回手 任他 扔回手 剑柄 住手 夫人 我替你教训他呢 你教训他 是 你凭什么教训他 滚 是 是 我用不着你在这 星星座谈 他没资格打你 但我有 你 薛婉儿 你以为你赢了吗 你的儿子 叫着容秀父亲 你是你亲生儿子的祖母 你占尽了尚风 但你却不敢把真相说出来 因为你知道 这样的真相 会让你 还有你的儿子 被万人唾弃 你杀了我呀 你杀了我呀 我如今 轻而易举就能让你死 可那是因为你落魄了 你失势了 从前在薛家 你受众星谋怨 我被责打厌弃 那时我不甘心 因为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 可如今我明白了 薛家的人 还有容家的人 他们在乎的 不是对错 我厌恶他们 但我更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我所求的 是正义和功礼 是真相大白于世 所以 在那之前 我不会这么容易让你去死的 姐姐 我从前信你 不是因为你装得像 而是因为在我记忆中 小时候的你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嫁入容家 为什么你就变成了这样呢 姐姐 我应该恨你的呀 可为何看到你这样 我如此心痛 小姐 吃些东西吧 今日是心熏制的野味 清婿能有些胃口呢 来 婉儿 赶紧尝尝 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独门手艺 这一盘无奇马黑的 能吃吗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享有扇壶 来 这不是家里做的 这不是 快叫厨房的人来 夫人 这些都是我新学的 还在狡辩 我说我说 就是有个奇怪的猎户 他赏了我一点银子 让我用他做好的食材 说想得到侯府的赏识 夫人 我错了 我错了 你还能找到他吗 能 能 夫人 那个就是他的铺子 看看 这么多啊 他就在我的面前 我却不能和他相似 我却不能和他相似 我是荣家的将军夫人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荣家的将军夫人 夫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夫人 我 昨日里听说这里的野味很新鲜 就想着带一些回去 给公老爷和夫人 那正好 那卖野味的猎户就在那儿呢 不必了 老太太她不爱吃野味 夫人慢走 夫人 房间在这边呢 是你 是你 真的是你 是我 是我 我 我以为 你已经死了 我没有改嫁他人 那个将军 他已经顽固了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一入烟 就换了部队 后来遇到了一场 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大埋伏 没想到我侥幸逃出来 居然让你误以为 我已经身亡了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我应该早些回来 你为我 吃了多少苦 后来 我无意中发现了你的画像 竟然有人告诉我 你是将军夫人 所以 我想回来见你一面 你回来就好 你回来就好了 婉儿 跟我走吧 我 我 怎么了 我还有些事情 没有解决完 你要解决何事 你要解决何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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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